大家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一九八零年代初 藍陵劇坊 以金劇核珠配為本 推出了核珠新配 將金劇中的美學思維 運用在現代劇場中 當代的臺灣金劇也正在進行一場 兼劇傳承與開創的革命 今天很高興 影響世界的好朋友 黃宇霖和許伯昂 來跟我們分享金劇跟當代劇場 如何完美的互相影響和啟發 余麗你好 惠音姐好 黃你好 惠音姐好 我們剛剛其實講到傳承 然後又講開創 其實這樣講可能有點抽象 我們最簡單的就是講 兩位老師們 常桂祥老師 跟李國修老師 其實這兩位剛好是一位 代表傳統金劇 一位代表現代劇場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聊一下 常桂祥老師對你們的影響 常老師 常老師是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在台北新劇團 我們都在台北新劇團公職這樣 然後常老師他常會受 Google 網友藥基金會邀請到 就是台北新劇團去給我們做排練 我們就常常受到他很多的藝術上跟技術上的教導 然後因為我們常一起巡迴 所以他會有很多相處的時間長 所以會有很多生活的片段跟生活的時間這樣 然後他會跟我們分享很多人生的道理 有精益的不精益的這樣 而且除了排戲 除了老師擔任總排演的這個工作之外 其實如果有舉凡 聖誕鏡頭各個行檔 有任何金白普通話的疑難雜症 都會超市超市這怎麼唸啊 就門 門 就是會有正音般的 所以我們排練的時候都會叫他 就是超級大反派 因為他都演壞人 沒有 他人非常好 可是他演壞人好有味道 好有層次 而且絕對不是同一種壞人 然後我覺得同時他在生活上 就撇除掉排練時間以外 他也是我們很多 譬如說那個時候我們在大學 還是大學生的時候 就會聊啊 什麼談戀愛啊 然後 你跟老師聊這個啊 會啊 會啊 就因為他有 老師我好喜歡柏王 可不可以跟他告白這種 我跟柏王這件事情他看出來 他始終沒說 我們的婚戒什麼的 還是老師幫我們做 就是媒人以類的吧 就是那個工作 對 果然真的跟老師 就是他教導你 金句的記憶 這個學問 他也跟我們分享愛這件事情 不過我看到有段影片 真的很特別 是他在你 他的家煎水餃給你們吃嗎 對 他在宿舍給我們做宵夜 對 那鍋貼 官方說法就鍋貼 因為那瓦斯爐你知道 有些瓦斯爐他就是一邊火大一邊火小 瘦熱不均勻就容易一邊火 他有一半壺了 我們後來就把好的留給他吃 然後我們兩個人吃焦的這樣 老師真的很好欸 對 而且老師還說 哪能讓小黃吃壺的啊 我老師我 你把那爛的給我吃 我就吃那個破的 然後老師還說那不行 對不對 咱不能讓 怎麼能讓小黃吃壞的呢 當然是胡的自己吃 好的留給媳婦吃 這才叫男人 對吧 因為我們成立不優作之後 然後我有很多排練上的建議 劇本啊 什麼的 或者是構思啊 就老師你說這個能不能做 那個能不能做 他會用他的經驗告訴我說 這個曾經有人做過是怎麼做的 然後那個如果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然後如果我們在水裡頭 因為像我們09年那個戲在水裡面打嘛 就他說如果水裡頭做 我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我都會經過他 然後他會給我們會 就是我們會討論 然後就是新的作品就會 可能會在討論中 然後就找到 就是可能可以 就是操作的方向 這樣 不過去年對兩位來說 應該都還蠻辛苦的吧 對 我們說一下去年發生什麼事 去年我們 去年 我說是對我人生重大影響的一年 就是去年這樣 因為我終於明白什麼叫做 人生的悲喜的參半的那種樂 不能說樂趣吧 就是去年的六月二十五號 我們兩個登記結婚 登記結婚 然後呢 二十七號左右 我們得知 不到二十七吧 左右我們得知 常老師在北京的醫院住院 然後因為癌症 然後在醫院這樣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就很心神不寧的 就趕快趕赴北京這樣 飛過去的時候是七月一號的晚 七月一號的晚上 然後晚上過去之後 我們到了醫院看老師 基本上已經 因為癌細胞到 就是擴散到腦 他其實已經失去 已經有點神智 就是有點沒有辦法表達 這樣 他還認不了人 他不知道你們去了 他 但是可以感覺到 他知道他想講 可是他沒辦法講 他總會講出一些 因為他已經 我們到醫院的時候 他已經整個就是皮包裹 瘦的 對 然後那天晚上我們就是 看完老師之後 我們就回到飯店住 回到飯店住的時候 然後就睡一下 凌晨一過是七月二號 早上約末六點鐘吧 接到一通電話 說國修老師病逝 在臺北這樣 然後 然後就是 後來我們兩個人反應是暈倒 暈倒之後 就是不可置信 故此失筆了之後 然後兩天後 七月四號 然後常老師也走了 這樣 就是 兩位老師才相隔兩天 對 就是七月二號到七月四號 這樣就是兩天 而且老師 常老師去世那天 師娘還說 我們到醫院這麼多天了 就讓我們那天先 就是 上別的 別的地方走走 就轉換一下心情 轉換一下心 對 其實我們去北京的 每一天 去醫院看完老師之後 我們走回旅館 所以我們每天從醫院走回 旅館的時候 都是經由散步這個過程 然後我們兩個好像在互相的繼續希望 打氣之類的 對 就應該說是繼續禱告或是消耗那一天 感受到的負能量或是什麼 這個還有一個 七月四號老師走了 對不對 然後八月四號我們辦婚宴 一個月後 對 就是這麼參半者的一個去年的這個時候 暑假這個時候大概是這樣 老師給我最多的影響應該是如何當個好團長 因為普悠座的劇名其實是他送的 長老師其實又很有趣的 就是他對我們很多的請教上面 都是去做 先去試吧 挺好玩的